我們接下來來到了另外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來看我們覺得各隊最值得期待 或是最值得去關注的選手 那我們從我們自己開始 我覺得首先要講的是Unify 我覺得Unify這個選手他的操作實力 跟他的觀念來講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選他拿出來講 就是因為這個選手 就是大家也知道他MSI沒有去 那他去年世界賽的時候 就是也不是以一個正常的一個方式去參加 應該說他不是打了完整的世界賽 他沒有從頭開始打起 所以其實一直都覺得他這個選手是非常可惜的 因為感覺起來真的很想要看到巔峰的Unify 在世界賽場上的發揮跟他的表現 對 因為他在我得說啦在PCS的賽區裡面真的 能跟他抗衡的AD就是DOGO嘛 對 那相反的PSG他在整體的AD體系裡面 我覺得應該在講啦 就是PSG他們的策略又比較多 所以你讓Unify要拿大C的亞貝利歐 或者是什麼功能型的他也會玩 因為他以前是打中路的 所以他的角色值很廣 那這個也會讓我對他的世界賽期待很大 因為就是像跟Robin的想法一樣 就是我沒有看過他真的 因為他現在應該算巔峰了吧 應該沒有 他現在是巔峰了 他現在是集技術跟穩定度的巔峰嘛 因為可能剛開始打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會太衝 然後到後面 他現在是右穩 然後技術也是在頂尖的嘛 你很少看到他犯錯啦 基本上整個賽季18場打完 你 不知道你記得他有什麼時候送嗎 有什麼時候挖口了 我得說很多場都是他一個人救回來的 他那個什麼西格斯 然後 扭全招 然後技能都中 然後偷龍 沒錯 然後再給你偷個龍 他是為 他是 這種選手很難得 就是他不一定要吃資源 但他能站 他在後面一定站出來吸你 這個非常難得 對 有些隊伍就是 某位選手很吃資源 吃到就是全世界要把他當那個 那個 爸爸在保 對不對 但 彭哥的這個整體的打法啦 才是 對 隊伍最需要 就講到這邊 我就必須要補充一點 就是我有去整理他的數據 他平均每一場 死亡次數是1.4 是全聯盟最底 你想想看喔 他操作要拉滿喔 然後你說的一樣 他有很多場比賽是 要是沒有他站出來吸的話 那 絕對下去了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他一場還只有1.4次 那第二名是誰 第二名是Doggle的2.0 差距有拉出來 這樣聽其實Doggle也蠻屌的 其實AD平均十兩次很厲害的 是啊 對啊 那可能就是不太 對 因為AD已經是受針對的嘛 對 這兩位是真的很頂 好 我們講完一個PSG的 我們來講一個 BYG的 就是平點的選手 那上面 你想點誰 我想點亮吧 亮啊 亮的話其實他也是要關注選手嘛 那我要吹 我是出名的 可以吹的人 我都吹爆嘛 那我就先講 Dansha Smave的技術 在頂峰的時候 他是很秀的人嘛 然後他又是偏鬥士的嘛 當然說可能 今年2021年的 季賽裡面 可能有常出賊 然後或者是 因為隊伍的向性 讓他沒有那麼多的資源 沒打好 那但是 你如果說真的放到 世界賽出去打 為什麼要 就是我提到亮 要去關注他 就是他 他這一年 他是超認真的選手 就我以私底下的 跟他的交流來講 他2021的亮的認真程度 大概是2019 2020年的亮 認真程度 三到四倍吧 就是他把他所有時間都 都放在職業的訓練上 那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2019 2020之前 他中間有一段 跑去當實況主 那可能 就在這個過程中 他才意識到 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是職業選手 然後他也知道他要幹嘛 然後回來之後 超級認真 那 基於這些東西 他在短期賽事的 那個爆發力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 去期待啦 但雖然說我知道RAT 可能以 你在播比賽 或者是今年的PCS 這個內容去看 你可能覺得說 亮可能會是一個 一個破口嗎 對啊 但我自己覺得 還是可以去期待他 拿鬥士的時候的一些操作 對 我自己覺得啦 我這個人就不要再多說 好像在扁 但就是 我自己復盤的時候 覺得小亮的失誤算多 但某方面 這裡要幫他說話 就是 這是一個BYG體系 存在的問題 就是 他們還是習慣以 就是DOGO為核心 對 但 現在這個版本 我是覺得亮要站出來 所以也會希望BYG能夠 多把資源丟在亮身上 因為亮你可以看到他就自己玩 他就玩什麼關嘛 然後還有什麼 卡蜜兒關 卡蜜兒啊 他不管玩什麼他就自己玩 他玩的 都很像在 不管玩誰他都是單機遊戲 但現在這個版本就 世界賽版本 可能就不能這樣去執行的話 如果BYG在這方面 不去做一些調整 世界賽一定會很慘 那亮就會變成有點這個 來背鍋的你知道嗎 暫犯 暫犯預備的人選 我已經想像到他會怎樣被罵了 你知道嗎 我是不會再主播來這樣講啦 我主播還說會很客觀 但你現在講了 不是我現在 我已經想像到 那時候PTT會怎麼罵他 就是奇怪了 為什麼亮要一直選坦克啊 然後被對方鬥士打爆 然後他這樣被噴 這果然 然後一起罵PCS跟RNS 只會玩坦 然後出國被交叉 這是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就是亮玩鬥士 但沒有人要幫他 然後他還是被對方打爆了 說為什麼要一直玩鬥士不玩坦 這是第二個版本 我跟你講他怎樣被罵的情況 我都已經想好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方面 真的是BYG 可以幫幫他 就是整個團隊啦 一定要以這個 上路重心要 可能原本的分層是兩層 可能要給他個三四層這樣 不然真的 就是 也不是說亮真的不行 因為 因為土龍也說了就是 他也是單殺死MAP 這世界上有幾個人 單殺死MAP的人 對不對 其實好像蠻多的耶 想到有經驗 那我們來談一下 我們PSC的另外一個看點 我個人覺得 MAPLE LCK殺手 殺手 雙殺Rust Tiger 他是酷Tiger 酷Tiger 酷Tiger 那個男人 說今年的世界賽的MAPLE嗎 我是 他感覺狀態都還很好耶 是 還是很強 他的狀態就是維持在那裡 但問題就是打野跟他還有輔助 就像剛剛繞著講的就是 中野輔的聯動有沒有跑起來 你能不能 把MAPLE這個機體 他能貢獻的這個 戰力值 然後 順利轉移到打野 再到輔助去滾東西 就是 他的線就長這樣 他不會爆線的 他不會爆線的 然後他該推線的時候 他該拿優勢的時候 他會拿給你 他會拿 但你要你要拿 你要 你要怎麼利用他 他的優勢如何去轉換到 其他的線上 或是其他的選手上 是一個關鍵 對 那其實講到這邊 土龍剛才說他是不會爆線 甚至他是會引線的一個選手 那就必須講到 為什麼這一點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 季後賽 我說季後賽 我不是說例行賽 或是整個夏季賽 例行賽的時候 他掏了11隻不同的英雄出來 角色詞很深啦 11隻不同的英雄出來 我有看到聊天室的觀眾說 獎勵一把卡馬 拜託不要 我想說的是折拉斯 你知道折拉斯 他上一次拿出來是什麼 齊勒斯 不是折拉斯 對 語言包 就那個 冠軍賽嗎 然後 端逃一把 對對對 跟 Showmaker 那時候打S 他一樣 就端逃一隻出來給你看 你知道他上一次 玩那隻角色什麼時候嗎 2015年 嗯 在 IEM 然後打SK Gaming 結果輸了 其實 其實他的角色詞 因為他是老選手了 他從2013年打到現在 也八年了 所以基本上他的 他的角色詞是很深 一定沒有問題的 那 康克腳或幹嘛的 他一定都拿出來 然後 就這一次的觀賽 重點就是 隊伍上 有沒有辦法 呃 我只能說 MA賽那時候為什麼那麼強 是因為River的狀態好 然後 Kaiwin的跑線 也是那時候 就是失誤比較少 因為你可以看到 季度賽的時候 失誤變多 那整個隊伍的 連動跟狀態 就是 就是掉了 那這一次就是看 怎麼樣去用Maple 就是大家狀態好的話 那Maple 就會 就可以 當然我剛剛也講 那個卡瑪 卡瑪不要出來 盡量讓Maple拿可以 呃 打點東西的 能做是打傷害的 呃 能打點東西的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呃 應該 應該差不多 我覺得 應該說要讓Maple 拿一些能夠 配合打野 做線上Gag的角色很重要 呃 大家也說他球女玩得不好 但球女其實配Gag就偏難 就刷刷線 然後推推線打團 但你可以講 另外一隻 比較發育的 阿祈爾 我覺得Maple就玩得很好 他跟River的搭配就是 他一定可以在River到的瞬間 就直接把 推毀人 就是 對 就直接推到River臉上 所以我覺得 重點不是說讓他玩 主動性 我覺得你要講的是主動性 主動性 他能夠配合打野就是很重要 什麼羅伊阿 那樂布朗這種就是打野過來 他如果CT到那個人就死了 對 這個才是 Maple比較擅長 或者是贏遊戲的方式 你說卡馬那種 就是配合營運 推推線 然後配合打野跑 那球女也是 以前配什麼 葛雷夫 歐拉夫都一樣 那這個可能就跟這位 選手的相性 比較不同 就主動性沒有這麼高 然後你打起來 你會覺得好像 哪裡怪怪的 少了一點東西 對 或者是River也會覺得 綁手綁腳的 就是你的中路好像就 都在刷線 好像沒有在幹嘛 那玩起來的配合度就不夠 所以這個應該 應該教練沒什麼問題吧 就用過一次應該也會怕了吧 那接下來我們聊聊 下一個BYG值得關注的一名選手 剛才其實也稍微有點到位了 我們來聊聊Push Push這個選手 我自己 因為你知道台港澳已經沒有一個 很久沒有出一個這麼 呃 自己賽區出一個這麼 算是侵略性的打野 你知道嗎 那部分打野都被隊伍 塑造得很 我的脾氣都沒了 脾氣都沒了 脾氣都沒了 你不會看到 你沒有再看過老三的那種 三賊四入侵的 然後或者是KASA 那種很兇的中野連 那種後面的這種 後背打野已經沒有 但Push是讓我 少數看到有這種 這個 打野影子的 感覺又回來了 年輕的選手 感覺又回來了 他幾歲 他其實應該也不小 欸 Push嗎 應該有二開頭了啦 我記得是二十吧 我有點忘記 但他還算 相對 年輕的打野啦 對對對 但你看他玩的角色 畫面上的 就是那種侵略型 就是往你臉上揍的那一種 對 這個已經是少數台港澳 有這種血性的 他的維爾哥 他的維爾哥真的可怕 真的可怕 那兩把 那兩場 就是 波舞 都是看到他的維爾哥 我就有點看不太清楚 為什麼 乾脆把他ban掉 沒有ban位吧 對 沒有格 應該是沒有ban位 確實是 對 但是感覺起來就是我們沒有什麼 呃 防備的方式 感覺 也不是沒有防備的方式 就是 就是 你這邊沒有banger 所以你得放 然後你又知道 他 他這隻就很強 很猛 所以看起來就是 就長 就長那樣 對 但Husha就是在這方面 我覺得做的平衡很好 他調整的很好 對 你可以兇 你前面會做到事 但他後面也會做相對應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我目前看起來就是 為什麼對他 就是 評價很高 評價很高的原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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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